高雄港 以前的高雄港非常熱鬧 到了跨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會有一些重要結晶 很多船同時鳴棄底跟敲鐘 鐘其實在船上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船跟船之間打招呼的方式 其實也是靠敲鐘 世界仅存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同宗制造商 就是在荷兰的Royal Icebox 然后就联络他们 然后我们一起构思说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规模下 适合什么样的同宗的规模跟它的设计 我们在思考 就是说怎么透过一共艺术 这样一个案子来让更多人关心城市 蓬莱商港 那以前是其实台湾外销香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在那个年代 他们都是用竹楼来做一个容器 装满香蕉以后再用吊车吊到船上 事实上我们就是在整个高雄港里面 就能够找到我们所有的功效 包含我们的这三根柱子的这些炼钢 然后做钢垢 然后包含我们下面这些金色桶子 也是特地跟我们这个嘉信游艇一起合作 当时也是把它当成一艘船再处理 所以基本上它的强度 基本上就跟游艇在海里面运动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强度 跟海的关系 然后透过在船厂制造 然后运到现场的这一段 我们将它记录下来 其实我们就是会希望说 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城市 来看我们的国家跟看我们的历史 从一开始高雄一直在谈的是城市转型 在谈城市转型的时候 好像会有一个意涵 好像前面不知道什么事情不太对 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的自己 要变成是另一个人这样子 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高雄的这些重工业 高雄的过去的这些产业 事实上是奠基高雄非常重要的一个 它的产业的一个基础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坚实的制造业 在港口 在我们的城市里头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也很重要 这个艺术同中的特点就在于 它很像工程又是一个艺术品 其实我们这个大港回升就是第一 也是唯一 这个香蕉楼的意象 也代表台湾这个农产品出口的一个高峰 那以前装的是香蕉 那现在装的会是月深 会是大家对于高雄的回忆跟未来的期待 港口是打造了这个全国最大有声的公共艺术 以一座摇摆钟及三十七颗的铜钟来加以宣示 基本上它就像一个乐器 然后灯光也是属于这个乐器的一部分 它可以有各种可能性 怎么样把人带回港边 把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的想象 可以重新让它在港口里头长出来 其实评审是非常地支持跟推崇这件作品 因为这次作品非常地期待 大港回升结合我们旁边的大港桥 未来这个地方是我们高雄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 它其实是代表城市的角色 要重新面对未来 然后它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城市 也就是人民对海的 对水边对港边的一种新的期待跟热情 所以它从壁所走向开放 那同时也塑造一种新的公共意义 就是用声音用活动来形塑城市的记忆 我想大港回升大概很恰当的 或者是很充分的表现了 它对未来的一种想象 对高雄的想象 甚至通往世界的一种想象 它在这边通通存在 能够在港边能够听到一个 跟一般公共艺术静态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节 不同的气氛底下 有不同的音乐的表现 相信将来势必会是一个民众修气 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空间 我们对公共环境的一个参与 它可以有很多层面 它可以从理解历史 理解文化 甚至说有些已经慢慢失去的空间体验 或者说那个像度 怎么去把它带回来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一种过去跟未来并致 我们带着我们的过去往未来走 我们是越来越有自信 这其实是我们对这一堵 公共艺术的一个期待 我们是越来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